以色列军队10号11号袭击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国际社会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认为这一行径令人震惊违反国际法 必须确保维和人员的安全 总台记者11号联系到了中国第22批 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指挥长杜嘉 他表示我赴黎巴嫩维和部队目前全体平安 将继续坚守岗位 努力维护当地和平稳定 大家好 我是中国赴黎维和部队指挥长杜嘉 目前离意交火比较频繁 连离部队多个营区因交火受损 还有部分维和友军受伤 请大家放心 我们全体410名赴黎维和官兵军安全 目前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认真履行着各自的职责 仍在尽最大努力维护着当地的和平和稳定 杜嘉说 为应对交火波及按照统一要求 我维和部队主要采取了调整营区防卫结构 加强营区防卫 减少室外活动 确保人员安全 全时穿戴防护装备 强化自身防护 常态组织训练 提高自救护救的能力等措施 用以最大程度的确保我维和人员生命安全 对 一会儿